歡迎收聽停鼠王第120集 現在時間是2024年6月19號下午5點 之前已經錄好幾遍了 我是說曾經試過今天有空來錄一下 錄了之後沒有Fu 不然就是剛開始要錄的時候 然後麥克風打開 突然覺得我不想錄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徵兆 然後我就不錄了 所以說前面就好幾個錄失敗 然後今天突然有一點點Fu 好像快棒賽那種感覺 就來錄一下 看會不會成功 會成功就好 成功就成功 不成功就算了 反正機率拖也不會這樣 好 那節目一開始 先來感謝今天 不是今天啦已經很久了 上個月 對上個月 上個月抖內給我們的聽眾 首先是上一集出來的時候 然後忘記念到了 NWB NWB在5月9號的時候抖內台幣300塊 大概在上一集錄音的當天 錄完才看到啦 抱歉啦 真的不巧 感謝抖內 愛您 然後下一位 ZC ZC在5月11號的時候抖內台幣100塊 他說 只有損亡可以超越損亡 這集也太棒了吧 八本書 真的佩服損亡的認真 另外謝謝醫神 每次AI卡住都救我 講到這個 只有損亡可以超越損亡 我現在覺得越來越難超越 好困擾 低調低調 那個八本書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還好 有時候看超多本書 也不一定能夠看到一本好的 一個月只要能夠看到一本 我覺得對自己有幫助的 我就會覺得很賺了 一本就可以了 然後對啦 感謝醫神 醫神無私奉獻我們的Discord頻道 真的感謝醫神 在我們Discord頻道 醫神幫我們串接了付費機器人 那個付費機器人就是 Anthropic 那個是什麼 Cloud 一隻Cloud機器人 然後一隻是GPT-4O 是GPT-4O喔 不是40喔 聽到有些人在念40 不是40 是4O 反正我們就串了一隻GPT-4O 然後都是付費版的喔 付費版的這樣串接過來喔 想要體驗看看的可以去我們那邊玩玩看啊 我們看很少人在玩 有在用的人真的是比較少啦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呢 在Discord用機器人 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跟機器人聊天 因為是公開的 怕被別人看到 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猜的啦 應該是這樣啊 因為我自己也會這樣 這個應該就是為什麼 Edge段的AI會有搞頭吧 可能是這樣 我現在也是默默的呢 有一些事情我會外包給AI去做了啦 就是有一些事情然後會請AI去整理啊 不然就外資報告丟給AI幫我整理個大缸 讓我看一下裡面大概是長怎樣啊 有興趣我再點進去看什麼的 反正有些事情呢 會請AI去幫我整理 什麼東西可以問一下嗎 比如說像今天去那個去百貨公司啊 然後看到一個展覽啊 他就展出了一個男同志 那叫什麼 BL BL的漫畫 那一頁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因為他是全部打日文嘛 小編就說 那個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我也看不 雖然說有背過50音 然後有修過一兩個學期的日文 但是呢 還是沒有辦法在很快速的時間之內 馬上看出來 那到底在寫什麼 那就拍個照 然後把他丟進去ChatGPT 然後就問他說 欸你在講什麼 那個東西在講什麼 他就把他講出來了 欸超好用 不知不覺就是會養成一個習慣啊 我覺得應該漸漸的大家會有一點離不開AI 因為真的太好用了 雖然大家嘴上說什麼AI怎樣怎樣啊 但是就是很香 生產力呢 確實是有提升 好這個是回答 欸回應ZC donate的部分啊 感謝ZC的 donate 好再來下一位 三頂黑毒蛇 三頂黑毒蛇 五月十二號 Donnai台幣兩百塊 他說謝謝作者的分享 期待每一次更新 讚 好謝謝這位 三頂黑毒蛇哥哥 作者應該是在說我沒有錯吧 還是在說那些分享的書的作者 我就當作是我的啦 謝啦 好再來下一位 小張 小張5月27號 Donnai台幣50塊 小張說 感謝損王拉台5274信華 5274上5000 驚太好驚太好 欸5274有沒有上5000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5274 我記得好像有欸 5274 好像有一天突然就 摸到5000然後就下來了對不對 因為我齒骨沒有到很重 所以沒什麼在看 差一點點的啦 有啦 有摸到5000然後再下來了 對啊 你的願望已經達成了齁 張董 5274上5000 GOGO 雖然說不是我拉的啦 我好像 我零股而已啦 信華不錯啦 那 希望他之後可以站穩5000 然後再往上啦 看6000好不好 欸看我好像不能這樣 好那 你知道 我從杭州員工旅遊回來了嗎 我先講結論 絕對就是 欸不對 不要先講結論 我們先講前提 回來之後 或者說 剛在那邊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還蠻好笑的事情 就是好像不是有發生那個什麼 四川成都事件嗎 成都網紅事件 我是沒有到很關心這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事 然後就開始看到說 欸有些人被獵獵嗎 還是什麼呢 反正就 有些人好像有私下有收錢 然後跑去中國玩 然後他們要幫中國大內宣說 中國好棒棒喔 啊我們的祖國怎樣怎樣 好我先講喔 我去那邊玩呢 是老闆出錢的喔 絕對不是什麼 中國偷塞錢什麼鬼 你看我們這麼小的podcast 怎麼可能會有人給錢嗎 對不對 當然老闆他私底下 到底有沒有收錢 我是不知道啊 好啦反正先講結論 很好玩 沒有啊大內宣 真的好玩 多好玩呢 我覺得比肯丁還要好玩 然後比肯丁還要便宜 比肯丁還要方便 而且比肯丁還要近 欸我說真的 體感上真的是比肯丁還要近欸 搭飛機才兩個多小時 你看看喔 你今天從 好像我在台中嗎 我從台中去坐高鐵 再從左營高鐵包車去肯丁 我覺得應該也差不多 要超過兩個小時 對不對 欸我真的算是有體驗到那個 迷音講的 我覺得我比較窮 所以我出國 欸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不是 我更正一下 我沒有出國齁 因為我走的是國內通道 我是回祖國 我和我的祖國 一刻也不能分開 好啊說真的啊 這趟真的是蠻好玩的 算是蠻好玩的 我本來沒有到很期待 就是想說 欸剛好有一個機會 然後也不用花多少錢 然後就去走走看看而已 反正這輩子也沒去過去一下 好想說應該不會比日本還要好玩 我當然心裡面還是比較想要去日本 因為我很喜歡吃拉麵 我去日本我就可以狂吃拉麵 結果欸 比想像中好玩真的很多 好那首先先講對這個地方 對我們的祖國第一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 在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地面上很多房子嗎對不對 我跟你說 就是很明顯它就不是台灣 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 你有沒有來過台中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那個飛機開過台中 我是說開車 你走高速公路來到台中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一大群的大樓對不對 感覺像那個蜘蛛人 可以在那邊盪來盪去 那一群大樓 那群閃亮亮 Bling Bling的大樓 主要是七旗這一邊 反正你到台中的第一印象就會覺得 哇這邊大樓怎麼那麼多啊 那就是七旗那邊的大樓 有看過的話 你大概會知道那個感覺 應該很難沒有看過啦 那我就先假設你有看過 好台灣的樣子 台灣的樣子 或者說你今天飛那個高雄那一邊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很多人的頂樓 不是有鐵皮屋加蓋嗎 嘿那個就是台灣味 好那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 我們呢在那邊就看到一大堆的大樓 等一下喔 我現在不是要幫中國宣傳 我是要說我真的看到一大堆的大樓 但是那種大樓的感覺超奇怪 好就一個區塊一個區塊這樣喔 你會看到說 喔這個地方感覺就好像一個小村莊 然後那個村莊全部都是大樓 每一棟大樓都長一樣 然後就很像那個軍人一樣 好全部排排站 向右看齊這樣 有點像國宅那種感覺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 反正就看起來有點恐怖 感覺我如果住在那些大樓裡面的某一間的話 我應該會找不到我家到底在哪裡 好從飛機上面看就是這樣 一區喔一大堆大樓全部長一樣喔 好我為什麼我會說 住在裡面我又不知道我住在哪裡 原因是因為我可能還要再數一下 我是住在地基東 全部都長一樣 真的有點扯 我當下想的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在跟我們一起去的朋友就說 欸欸欸欸趕快來看 全部長一樣欸就這樣 好那那種感覺跟七奇不一樣喔 你從高速公路看台中七奇這些各有特色的大樓 他們就算全部排整齊 他們也沒有全部都長一樣對不對 那你就把它想像成呢 他們全部都長一樣 可是你就算把他們想像成全部都長一樣的話 他們的排列也怪怪的啊 他們沒有向右看齊啊 他們沒有中央五為準啊對不對 可是我在那邊看到大樓就覺得說 哇如果說你今天在那邊買一間房子 然後全部的大樓都長一樣 那到底是什麼感覺 好那個是第一印象 好我只是試著描述一下第一印象而已喔 哈這個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入進中國 好以前都只有轉機而已啦 之前在上海轉過一次機 然後好像也有在香港轉過一次 是不是香港嗎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呃之前都只有轉機而已 從來沒有踏入過 然後這是第一次 好那我們這一次呢大概就是玩五天 這個已經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就是我們在六月三號 好六月三號六月三號的時候去了 然後那個禮拜五回來了 我們大概就玩五天啦 啊去頭去尾 大概其實也只有三四天而已 那我們這五天就只有去一個地方 然後這呃那五天全部都住同一間旅館 那住到最後一天 好五月三十四號 玩到六月七號回來這樣 只去一個地方啦 那個地方叫做橫店 橫店影視城 AKA祖國好萊塢 我本來也不知道這個叫做什麼地方 我只有聽過對岸的Youtuber講過 他就說你是 你就像個橫店的靈眼什麼的 好那 這個地方呢其實就是呃 有那種古裝劇的景 然後他們就搭了那種實體的東西在那邊 好比如說你在那邊可以看到紫禁城啊 然後可以看到秦王公啊 可以看到圓明園啊什麼的 好那去那邊呢就好像聽說是一比一啦 那你去那邊就是去看假的 好那人家可能去北京那邊看真的 好我看的那個是假的 那拍了照之後就會有問我說 啊北京的空氣如何啊 沒有我沒有去北京 齁那個地方是橫店 啊老實講我古裝劇也沒有看過很多啦 我大概就看過什麼米月傳啊 後宮甄嬛傳 或者是什麼大軍師司馬役這一些而已 可是光是有看過這一些去那邊就很有FU了齁 去那個秦王公的時候 光是看到那一條超級大走廊 哇 光看到那個我就覺得超好玩 但是就只是看到那個在好玩而已 好玩的地方就只有在這裡 呃這個應該不算古蹟啦 這只是蓋來拍戲用的啦 但是就還是覺得很high啦 有一種穿越的感覺 我就很希望自己可以穿越 然後可以去異世界什麼的 去玩一下 這些幫古裝劇搭的那些景啊 他大概就是分成好幾個園區啊 那些園區每一個都超大的 大到你可能一天啊早上進去 然後玩到下午五點出來 這樣喔 一天只能玩一個地方 好那扣掉第一天跟最後一天 其實我覺得實體 實體上我們大概只有玩三天而已啊 還是沒有玩完 因為我圓明園就沒去 好那秦朝就一個園區 宋朝一個園區 清朝明朝再一個園區 好那大概就只玩三個吧 只玩到三個而已然後就沒了 好那園區裡面全部都超大啊 如果走路會走到剃退的那一種 還好 還好他們園區裡面有那種遊園車 可以讓你課金 課金了以後你就在裡面開小汽車 這樣就可以不用替退了 所以這一次回來呢 感覺就沒有像是去日本那麼辛苦 因為去日本都一定要認真用走的這樣 啊對我來講 好玩的地方大概是只有這樣而已 反正就是去那邊看那些古裝劇的景 可是對小編來講呢 又有別的好玩的東西齁 應該是他玩的最開心 因為園區的外面啊 因為你要進去古裝劇的景嘛 好那有一個東西就很適合開店 就是你在那邊出租古裝 好那你在園區外面都會看到那種 在租古裝的店好那 那你可以穿古裝進去園區裡面走一走啊 就很像你在淺草那邊可以看到有些人 去租那個和服來穿啊什麼的 好那小編呢就有去租 好小編第一天一穿就上癮了 好他可以一直拍照嘛 好女生就喜歡拍照啊 一直拍一直拍超嗨 好啊我就不想拍 好啊但是呢他第一天玩到之後 本來講好他就是只能玩一天 可是後來之後他就可能做夢又夢到自己在裡面 變成什麼古代人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覺得很high 想要再多累積一些照片 可能覺得他這輩子只會去一次而已 然後他就想說他要再多穿一天 這個是小編很high的部分啦 我跟我老闆還有剪輯師呢 就沒有到那麼興奮 因為我們不太拍照了 對我們來講不管去哪裡真的都差不多 反正就是吃飯的時候會很開心 然後跟在旅館用電腦的時候會比較開心 就只有這樣而已 啊還有啦 逛當地商店去體驗風土民情的時候 也會比較快樂就只有這樣而已 對我們來講出去外面玩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從我們自己活膩的地方 然後跑去別人活膩的地方 然後去感受一下他們會在那邊 為什麼會活膩 這個對我們來講就是 這是我們的快樂 這女生不會懂啊 他們真的不會懂宅男不拍照的心情 我們這種宅男不管去哪裡玩 我們就是去用心體會一下當地的氛圍 呃有一些東西我們在FB就有先分享過了 就是一些小小心得齁 我們認真感受一下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那個在當地的心得 然後有在這邊呢 我們再稍微展開一點點講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講一些我們節目的主題 今天要講的東西這樣 好那我們其實呢 在一些旅遊類的YouTube頻道 不太容易看到這種內容 可能是因為演算法沒有推給我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自己真的是覺得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尤其台灣的啦 台灣的很少講這種東西啦 那這一陣子可能因為那些什麼大內宣的YouTuber 可能會講一些些 好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去那邊玩 我就沒看過 反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我平常是從來沒有在YouTube上面看過的 因為說實在啦 出國玩這件事情 你去中國玩好像就不太令人羨慕 那也好像沒有什麼稀奇了 但是就因為這樣我才會覺得很稀奇 那通常呢你要出國玩 讓人家覺得會羨慕呢 可能是去一些歐洲國家 比如說你今天去哪裡啊 去瑞士 會令人羨慕 去法國去英國 講到法國 法國 我對法國的印象就是很臭 好那反正就 你去某一些地方會令人羨慕 就主要就是歐洲嘛 或者是一些有漂亮海灘的國家三小的 這是比較多人有興趣 那我跟你說 只要有人帶的話 像我們這一次去橫店玩 只要有人帶的話啦 就是因為有人帶 所以這次去橫店玩真的很有趣 那有人帶的意思是說 去年還是前年我忘了 我妹去北京交換學生半年 那就是因為有她帶 因為她之前就去玩過了 她跑到蒙古跟不知道什麼的交界處 到處玩 很會啊很強啊 沒什麼沒帶多少錢去 然後竟然可以玩那麼多地方 我都很佩服她 然後那這一次的話 就是因為有她帶的關係 所以才玩的比較Pro 那才有辦法這麼好玩 如果是你自己去的話 像如果是我自己去的話 我真的有點擔心說我去那邊之後 就開始要乞討了 那不但有沒有人看我們的粉絲專頁 沒有看的話這邊講一下祖國冷知識 祖國冷知識真的還 我自己覺得蠻有趣的 那祖國冷知識第一點 很多你以為不能抽煙的地方都可以抽煙 就算在那地方寫了一個禁煙的標誌 那你在那邊抽煙也不會有人來阻止你 像你在餐廳吃飯的時候是可以抽煙的 那你可能吃東西吃到一半 然後發現說隔壁那一桌一直在冒煙 那就是因為他們在抽煙 那我們也有去遊樂園 那種類似劍湖山的地方 去那邊玩的時候呢 可能看完表演了 然後園區快要關了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 我說的一群人是跟那些路人 全部都一群喔 然後要開始往那個出口的方向走 在走的時候 你就看到旁邊一個人煙點起來了 右邊那個人煙也點起來了 然後一邊走你就一邊吸二手煙 看吸到爽 遊樂園算是室外 可以抽煙 那我聽我妹說 火車上面也可以抽 但是我沒有搭到火車 所以我不知道 聽說火車上面可以抽 那我們沒有體驗到 好祖國冷知識第一點 你以為不能抽煙 很多地方都可以抽煙 好然後第二個祖國冷知識 祖國的可樂 六折 爽死 那邊的可樂真的超爽的 一瓶可樂喔 才3塊錢人民幣 那有一個小訣竅 你要換算台幣的話 是4點多啦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換算成5塊的話 會獲得更多的快樂 因為真的 你花了那些錢之後 你回來之後會發現 其實花的更少這樣 所以把它換成5塊錢 就是乘以5 你就把人民幣乘以5 大概就是台幣 一瓶祖國的可樂 只要3塊錢人民幣 不到台幣15塊 幹超猛的 直接當水喝耶 超爽 然後好像有比較好喝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的口味 祖國的可樂 六折 超爽 好再來第三點 祖國的5月有35天 看我跟你說 我去那邊的時候 第二天 剛好是他們的5月35號 5月35號剛好也是楊成嶺的生日對不對 那就一大堆台灣同胞在那邊私訊問我 今天幾號 今天幾號 幹5月35號 再來第四個 我在那邊 一間便利商店都沒有看到 什麼7-11 全家便利商店 一間都沒看到 我只有看到一大堆的菸酒超市 菸酒超市 AKA就是雜貨店 不太像我們去日本 日本可以看到很多Lawesome Lawesome 對是這樣唸吧 Lawesome 或者是Family Mart 去日本可以看到這個 在那邊的話 一間都看不到 全部就只有雜貨店 可是雜貨店其實也就夠了 你想買的東西 在雜貨店幾乎都買得到 雖然說你在雜貨店買東西的時候 他可能會比大型超市稍微貴一點點 可是也還好 反正我們的7-11也會比全年貴一點點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去那邊的時候 可能就少了一個樂趣 少了一個逛雜貨店 少了一個逛便利商店的樂趣 其實我也不應該什麼東西都要跟日本比 但是就是習慣性的會喜歡跟日本比 大家就這樣 第五個呢 很早就有聽說過了 可是去那邊才真的體會到這件事情 就是你現金真的完全沒有地方可以花 蠻扯的 現金真的完全沒有用 我是這樣的 我是從台灣先換一大堆人民幣 然後去那邊之後再存到銀行裡面 然後再轉成微信支付這個樣子 雖然我知道有人會說 支付寶也可以用刷卡的 對 但是呢聽那個熟門熟路的人講說 如果你今天用刷卡的話 那他的那個會比較貴一點點 如果說換成人民幣去那邊用當地的那個支付寶 然後再轉成那種親友帳戶 這樣分享過來 我的支付寶會比較便宜 不是用支付寶 是用微信支付啦 反正就是 從台灣先換一大堆人民幣 然後就拿一疊過去 然後再去那邊找一間銀行 然後把它存進去 存進去之後再轉到微信支付裡面 大家就這樣 那去那邊的時候呢就體會到 他們那邊的人為什麼現金沒有地方花 原因是因為銀行不方便 不知道這個是銀還是果啦 反正就銀行真的超少間的 走超遠 才有地方可以存錢 然後我在台灣銀行換的人民幣呢 剛好就換了很多張對不對 然後剛好有一張他們的ATM不吃 然後就去那邊 那個我也是這一次去 我才知道人民幣原來最大只有100塊 我就換的時候 然後行員跟我說啦 那我們這邊都只有100塊人民幣喔 然後我還想說 嘿只有100塊喔 我要換那個 我要換多少 忘記了 反正就比如說我要換1萬塊 好我去那邊說 欸我要換1萬塊人民幣 啊你只有100塊喔 那我不就要拿100張 可不可以給我1000塊人民幣 然後他說不好意思齁 那個人民幣最大只有100塊 反正就 我去那邊 然後就一疊這樣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之後 他就吐一張回來給我 然後呢我們又再把它放一次進去看看 欸又吐回來 反正他這張就不想要 雖然說這張真的是真的 但是他就不想要嘛 那我就拿著這張100塊人民幣放在錢包裡面 我就想欸他們那邊現金沒有地方花 那那邊的人是不是都不用錢包 應該真的是喔 所以那邊Porter應該賣的不好喔 像在台灣我們家有一個放鈔票的嘛 除了放鈔票以外 我們還可能還會另外再用一個零錢包嘛 像我出門帶兩個錢包 那去那邊我就把那個100塊人民幣放在錢包裡面 想說可能有機會會用到 結果幹完全用不到 反正他就算他願意收他也沒有錢找給你 你知道嗎 那那邊的鈔票不是就等於沒用嗎 找真的很神奇欸 我在想那邊的人應該真的都不用買錢包 也不用買零錢包 像我我覺得我剛剛講的嘛 我隨時平常都會帶一個皮夾 然後帶一個零錢包 幹去那邊 我身上有袋子喔 完全派不上用場 那邊爬手要爬什麼我就很好奇 那一般你如果要去玩的話 應該沒辦法像我這樣弄啦 除非你今天呢有一個當地的電話號碼 然後用當地的電話號碼 或者是你有一個當地的銀行帳號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搞 不然的話你應該都是要刷卡 然後支付寶 然後就刷支付寶這樣 可能要多抽一成手續費啦 那這就是因為呢我妹啊 我剛剛講的嘛 我妹她有當地銀行帳號 然後我給她錢 然後她開親友帳號分享給我 我才可以這樣搞啊 總之呢那個時候 因為ATM不收我這張一百塊人民幣的關係 我就放在錢包裡面 那現在回來呢 幹這張一百塊人民幣還在 毫無用武之地 感覺就不太好啊 我說感覺不太好是說 不是我不是我不爽喔 我是說在那邊的人呢 如果我今天活在那邊 然後我感覺到這件事情 我是有聽一些長輩講過 說那邊已經很先進了 全部都用電子支付 但是我還覺得感覺不太好 雖然說這樣表面看非常的高科技 可是就會有一種all in 的感覺 你在那邊你的錢 全部都只能夠放在手機裡面 有在認真聽我們節目的人應該會知道 現金的好處是什麼 現金就是去中心化 現金本身就是去中心化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這個國家 現金沒有用的話 那幾乎就等於是人民幣高度的中心化 你認真想一下就會發現 在祖國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擁有去中心化的媒介 價值儲存的東西 你好像就少了一個選擇 你看他在那邊加密貨幣又禁止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就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黃金 欸你沒有人用現金 就等於沒有人帶現金嘛 也沒有辦法找錢嘛 連100塊人民幣都找不開 那是不是很難搞 那ATM又很難找 幹這真的蠻特別的 領薪水也用支付寶打給你這樣 應該是吧 我不知道我沒領過薪水 你還記得我那個學佛的阿姨嗎 我學佛的阿姨她的志願就是希望她可以死在中國 聽說的我不知道 我現在跟她有點失聯 那我那個阿姨她就覺得說中國現在很高科技 都已經用電子現金了 我們台灣超落後的超落伍的 到現在搞那麼多年都還沒有辦法普及電子支付 好啦你對你對 喔再來 呃第幾個 喔好 在那邊的計程車真的好便宜 好便宜好便宜 喔然後你在那計程車剛上車的時候 那APP他們的愛啪啪 還會去提醒司機說 現在接下來司機請不要跟乘客說話 喔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要跟乘客說話 反正我們在那邊就幾乎都沒有跟計程車司機講到話 那我是覺得這個還不錯啦 呃在那一邊 你直接計程車來代步的話 每一趟喔平均不到100塊的台幣 那我們一行人就這樣喔 一台車搭起來 一行人全部搭一台車 剛好可以塞進去一台車 好那我們這樣搭起來呢算一算 應該比捷運還要便宜 所以那邊可能不太需要捷運的 你直接搭計程車就好了 那這個金額真的是讓人家覺得有點驚人 你在台灣的話大概就是上車的時候 我不太確定現在計程車都是多少塊開始跳表 大概就是我們用85塊 是85塊嗎還是100塊 我們用100塊來算好了啦 你現在台灣的計程車上去就是100塊開始對不對 那他很快就會開始跳了 然後再開一點點他會開始逼 逼到你會嚇死 這種感覺 所以在那邊就還好 反正就你上車的時候 應該說你在上車之前你先選好目的地 他大概就跟你講多少錢了 所以也不用在那邊緊張說 司機繞路還是什麼的 最好笑的就是覺得說 APP竟然會提醒司機說盡量不要跟乘客講話 這個我覺得超讚的 其實他要講話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我有點色恐 不太喜歡跟司機講話 就沒辦法 像謝金河這樣 那你有沒有看過 謝金河在雜誌上面寫的那些 他有時候在講一個趨勢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在那個什麼中國那邊 跟那邊的計程車司機聊 聊一聊之後 就看到一個產業的趨勢 那再來下一個 那邊的美團外賣 好像不只有美團外賣啦 反正就那邊的時候我們有叫外賣 然後叫外賣 主要是有美團 美團外賣40分鐘以內 就叫做很近 那你如果點外賣的話 一份他就會送了 然後他會送到飯店的房門口給你 蠻恐怖的啦 因為外送人員進來的時候 打開剛好就是你住在裡面那種感覺 可是又覺得好像還蠻方便的 因為他直接送到房門口 美團外賣40分鐘以內叫做近 這是我妹跟我講的 40分鐘以內叫做近 那邊人到底有多乾啊 好恐怖喔 我本來以為說 我們就要點那個25分鐘以內的 那這樣的話應該就算是比較近 沒想到40分鐘以內都叫做近 我在台灣叫UberEat 大概25分鐘距離 我就會覺得算是有一點點遠了 那台灣叫外送的話也比較貴啦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我是沒有到很認真的去算過 但是我大概就知道說 你從App裡面 你從UberEat裡面去叫 跟現場吃 然後那個價差呢 比如說他本來可能是100多塊嘛 那如果你改成外送的話 你在那邊點可能就會200塊 那在那一邊 我是不太知道現場吃是多少錢 現場吃可能更便宜 但是我們叫外賣的時候呢 平均叫一份 大概也只要花150塊台幣左右而已 就是一份外送了 然後他還爬樓梯上樓 然後跟你敲門的時候 外送第一次 然後看到這個爬樓梯上來 然後敲門感覺有點恐怖 後來就習慣了 真的很方便 吃宵夜不用出去外面吃 直接在房間裡面點外賣 然後就直接送進來 想想是有一點點辛苦 但是呢 這個錢 去那邊就覺得自己好像很有錢一樣 很爽 好 那下一個 在那邊可以看到滿街的電動車 跟滿街的油電混合車 我們剛出機場的時候 我們就叫計程車了 那叫計程車的時候 還有一個等計程車的地方 那在等計程車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一大堆車 那都是APP叫來的 可能什麼滴滴打車啊 不是我叫的 我不知道 那我們在等計程車的地方呢 就看到很多車 全部都電動車 啊怎麼分辨它電動車 就是你什麼油煙味全部都 不是什麼油煙味 那在機場那邊的時候呢 很多牌子我全部都不認識 我只看得懂比亞迪 看得懂小鵬 理想 未來汽車這一些 可是未來汽車我一台都沒有看到 只有這些我應該看得懂 但是未來汽車沒看到 那一般來講呢 在停車場應該會聞到 很重的汽油的味道對不對 然後在那邊就聞不到 全部都是電動車 或者是油電混合車 有點扯 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怎麼有辦法一台油車都看不到 那我之前就有聽說過 那邊有很多電動車 那第一次看到 親眼看到真的是覺得很猛 很少看到特斯拉 也很少看到TOYOTA 比較多比亞迪 比亞迪我能夠認出來的車型 就是他前面寫了一個琴 寫了一個汗 那個我才認得出來 然後其他呢 就有一些不知道什麼牌子的 不好意思我真的看不懂 啊有啦有看到幾台凱燕啊 可是凱燕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電動車 不確定 凱燕應該不是吧 不知道 反正就大概可以理解到 特斯拉為什麼在那邊會很辛苦 就大家都買電動車 然後很少人買特斯拉 可能特斯拉真的對他們來講貴很多 那買得起特斯拉的人 可能也不會去開TT 我是這樣猜的啦 所以我才沒有辦法看到很多台特斯拉 那事實上我們在那邊呢整趟這樣下來 大概也只有看到兩三台特斯拉而已 好那在那邊的時候呢 我有看盤嘛對不對 在那邊看盤的時候 要翻牆 那翻牆的時候呢平均看盤要延遲兩秒鐘 就是你們這邊發生的事情 我在那邊呢就要兩秒鐘之後才能夠看到 不翻牆的話會很不順 那有一些APP呢不翻牆的話它就不會動 有一些看盤軟體是可以有些就不行 這樣 反正你來台灣呢很多東西都不行啊 Line當然是不行 一定要翻牆才可以 那翻牆呢我們就是用Surfshark 沒有AirPay 我自己是真的是有花錢去買Surfshark 我跟老闆呢平常因為有在看盤的關係 所以好像我們不管呢平常是幾點稅 在那邊都會自然行 現在已經就是變成這種怪怪的體質 早上大概六點半到七點半這段時間 就算沒有鬧鐘也會自然行 除非太累 不然真的都會自然行 可能我們呢晚上吃宵夜啊然後飽到睡不著啊 那在那邊翻翻翻到凌晨兩點才睡著嘛 那凌晨兩點睡著 早上六點半又會自然行這樣啊 那起來就看盤啊 反正太早起床再躺下去又睡不著 好啊起來的時候想說早一點出去玩 那又不行因為其他人叫不起來 那老闆就說不然這樣啊 老闆就跟我說不然這樣啊我們來備單字 好啊我們就備單字 反正就平常都會備單字嘛 欸之前說備單字備多少了 半年備三千多個對不對 我們現在已經備到快六千了 反正就備完單字 備完單字以後就看一些券商的成會報告 那看完成會報告之後 再把一些新聞看一看 然後就八點半準時看浩哥直播 靠北我出去玩還看浩哥直播欸 然後浩哥直播你如果看過的話 有在跟的話 你大概知道浩哥直播剛開始講 講完沒多久八點四十五就期貨開盤了 欸想到在那邊的時間就是 在那邊看盤真的超痛苦的 翻牆也痛苦 不翻牆也痛苦 不翻牆網路比較快一點點 可是有時候會卡 翻牆的話又要延遲一點點 那你每次轉個畫面 然後你就在那邊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你就要眨眼睛 眨眼睛等它出來 你如果用過那種很爛的電腦 你就大家就知道了 眨眼睛看它會不會比較快一點點 答案是不會 看進度條在跑 進度條在跑的時候 它有時候停在那裡 然後你就會假想說 欸它有在跑 可是其實它是沒有在跑 反正就是很痛苦啦 翻牆以後還是會覺得很lag 平均要lag兩秒左右 那我就有一些稍操作打不出來啊 我就不太敢去弄零股的東西啦 也不太敢弄期貨 那就掛個線股 然後說掛左邊不要掛右邊 怕會買貴還是什麼的 那那一段時間 就是剛好是我們台灣Computex的時候 我有看你們在Computex喔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忘記了 你看最近的盤照有沒有好玩 就精神石光屋 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 一下子這個族群 然後又換到另外一個族群 然後一下子全脂股開始又在那邊拉 像今天全脂股又拉到大家懷疑人生這樣 那那一陣子就是Computex啊 有沒有有沒有覺得 恍如隔世 Computex好像過一去很久了齁 其實也不過就才十幾天前的事情而已 你們Computex真的很好玩齁 老黃爆牌喔 我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就第一天 老黃不是秀了一張圖出來嗎 然後上面有一大堆logo嗎 然後就有人整理一張清單出來嗎 老黃爆完牌之後 隔天就有一大堆漲停 我有看喔 那一天我就只有追兩隻股票而已 然後其他我就沒什麼動了 那我怎麼追呢 我就是開盤 欸不知道 我盤前的時候就給它掛下去 直接掛漲停買 然後這樣我才買得到 不然光是那種lag我可能就玩不起來了 那那一天我就只有追兩隻而已啦 其他就沒什麼動了啦 那兩隻呢大概有留到今天 留到今天也幾乎沒什麼賺 那追了那些股票啊 漲停兩天 欸對漲停兩天喔 第一天鎖 第二天也拉了一下 然後漲停 然後之後就變跌停 啊現在是 欸這小賺一點點 超有病 那我只是要說我都有看到啦 如果有人想要去中國定居 然後又想要在那邊遠端做台股了 你別傻啊 吃菜 去那邊lag兩秒 我看你怎麼玩 股癌去那邊 應該是也會賺錢 兩秒對我來說我是不行啊 你要打一些期貨 用一些選擇選都不行 如果你今天呢 有打算說想要去那一邊 然後去假裝你 假裝闊少爺 假裝你很有錢 假裝財富自由 不行 這招行不通 去中國 不行不行不行 真的不行 不要想了喔 假賽 好再來下一點 因為在那邊吃東西的時候 你在那邊內用 然後他們會給一壺的水 跟台灣類似啦 差不多啦 可是台灣的水呢 就沒那麼難喝 在那邊水真的很難喝 那個難喝的程度大概就像 天好運 欸我只能想要天好運 我每次去天好運的時候 喝他們那邊的水 我都覺得他們水呢 那個自來水會很重 啊在那邊的話可能就更重 內用的水很難喝 而且可能有些要錢 內用的水很難喝 但是農夫山泉超好喝 欸我以前看人家去中國玩 然後他們拍照的時候 手上可能 或者是桌上 可能會放一瓶農夫山泉 然後我就會想說 喔你好可憐喔 在那邊水都不知道乾不乾淨 只有農夫山泉可以喝 欸靠農夫山泉超好喝 真的不知道在好喝什麼的欸 我就覺得裡面可能有加大麻 夭壽 純淨好水 還會回甘 真的不知道在好喝什麼的 有趣的話記得 農夫山泉喝爆 好那還有就是 我有經過他們那邊 類似信義房屋的店面 就是那種在賣房子 你知道台灣人 亞洲人 總是會喜歡關心一下人家的房價 那那邊呢賣房子 你知道你如果經過 類似那種永慶房屋什麼的 外面都會貼一些 他們現在有在賣的CAS 對不對 那我就看到那個賣房子了 看一下上面的房子價格 大概是多少 大概都寫在100萬人民幣出頭 那剛剛講了怎麼算呢 實際上應該是乘以4.4 4.5 4.3 忘記了 你乘以5也可以啦 100萬人民幣 那你在那邊買房子 可能套 欸不是套房 大樓那一種的 100萬人民幣 我也有看到小店面100萬人民幣出頭了 還算蠻便宜的啦 就是我應該就蠻便宜的 可是那一邊房子給我一個感覺怪怪的 除了我剛剛講那種很多大樓拍拍站 那個怪怪的以外 然後還有一個很難以形容的感覺 就是那邊的房子 他們好像沒有打算在那邊住很久的感覺 尤其是大樓透天的倒是還好 透天的還行 你有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透天錯 但是那種大樓給我的感覺真的怪怪的 我只是說外觀而已 就是覺得奇怪 你怎麼都已經要蓋大樓了 然後你都已經想要蓋到這麼高了 為什麼你大樓要蓋的薄薄的 好像搖一下會斷掉那種感覺 為什麼你要蓋的這麼薄 看起來就沒有很穩 然後有一些地方又不太平 然後又斜斜的 有些地方你又會看到 它好像有一些裸肉的地方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那種蓋很高 我覺得台灣也有啦 就那種蓋很高 然後細細長長的那種大樓 我在那邊看到超多這一種的 然後又弄得好像很高級 但是它長得這樣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在那邊看到很多 我真的沒有很懂 我就只是憑感覺 稍微描述一下而已 我看到的東西 沒有研究 然後沒了 大概就是這樣 在那邊每天的行程就是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去古裝店換裝 我是沒有換 小編換完 換完之後再裝法一下 我們早上八點去 然後裝法完之後快到十一點 那十一點 換完之後拍個照 就要進去那個人家拍戲的地方 看那個假的古蹟 然後就拍照拍照拍照 然後裡面開小車車 玩到關門 出來再吃晚餐 吃晚餐的時間大概都是在五六點 四五點五六點 那吃完之後就回去房間 那天開始耍廢 然後那個可能點個宵夜吃 那宵夜的內容 大概就是什麼麻辣燙 烤肉串 或者是什麼螺絲粉 然後大家就點這些東西來吃 吃完之後就睡覺了 隔天早上起來就自然醒 自然醒背個單字 然後看台股 好充實喔 比我在台灣還要好玩耶 你看我在台灣多無聊 OK接下來 今天沒有讀書心得 雖然是我還有看書啦 但是看那個書呢 覺得沒什麼好講的 有花重點 也有整理筆記 但是沒什麼好講的 我就沒有整理心得了 那個讀書心得 就沒有幫大家整理說 可以在節目上面講 之後呢 我們在比較頻繁更新的時候 如果沒有東西可以講 我再拿出來水 下一集再說 那我們來講一下 最近看到的一些東西 也不是說最近 我看的比較慢 我看人家都看的很快 因為這也過了很久 就是WDC 你是念什麼? WDC 因為我也看了一些國外人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都這樣唸 WDC Apple Intelligence 終於啊 我們蘋果終於講了 終於講AI了 我這樣講好像也是有點慢了 但是我真的看比較慢 我剛開始看完WDC的時候 看完以後 我是沒什麼感覺 我說的沒什麼感覺 就是我沒有什麼感覺 是可以在節目上面講的 那我後來呢 就再多看一下 看別人怎麼講 看Ben Thompson怎麼講 然後看一下曼妮怎麼講 雖然股票是買是有買 因為人家股還一直講 不買好像很痛苦 我也是買 那看完以後 我是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你看 蘋果終於有講AI了 那不是說我看不懂 我是有看懂 但是呢 是其實沒有什麼 比較有遠見的想法 那就是覺得說 那個Apple終於講AI了 我們驕傲的Apple終於 那有關這個WDC 我相信大家這幾天呢 在新聞上面已經看到爛了 現在新聞也不太想要講了 對不起 我真的太慢了 都是我鼻竇眼的關係 回來之後就鼻竇眼 還好不是武漢肺炎 那所以呢 因為我比較慢的關係 我就自己講一下 我覺得是亮點的地方就好了 我已經想好幾天了 那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也跟大家講 我就是來錄了一下 覺得沒Feel 砍掉 然後再想一下 那看哪一天有Feel 然後我們再來錄 我想了好幾天啊 那老實說呢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想得很明白 不過沒關係啊 我想只要你每天都有在留意 市場資訊的話 然後都有認真在看市場在幹嘛的話 就算我自己沒有提早去想明白 應該市場也會告訴我接下來想幹嘛 那首先呢 我自己覺得是亮點的地方 就是Siri終於有2.0了啦 Siri它會變成看得懂上下文的Siri 那它就可以變成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還可以把一些以前死掉的題材 又拿出來再變成活的題材 Siri可以好好的長在你的手機裡面 那它也可以長在Apple的 他們的私有云上面 欸我沒有要講很多技術的東西喔 事實上我也沒有準備那些東西啊我甚至也沒有背 我就是把你當成我阿嬤 然後再跟你講 知道嗎阿嬤 那這個我們當然是還沒有實測過不會知道啦 可是我就在想 至少Siri 2.0它應該有能力可以去取代晚輩的這個功能 什麼叫晚輩這個功能呢 長輩什麼時候最容易叫你過來 就是它手機有設定不會設定的時候 比如說欸這個魚哪這麼小魚 你只把我放比較大魚耶 這個可能Siri可以幫你做了 你就跟他說Siri可以幫我把那個字放大嗎 這樣晚輩功能大就是這樣嘛 就是長輩在用手機的時候 他有很多功能不會用阿 那Siri 2.0之後呢可能以後你用講的 他就可以幫你設定手機了 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甚至你可以天馬行空的跟他說 你有沒有這個功能 他可以幫你找我猜的 以後Siri就可以幫你搞定這個了 然後還有呢 Siri它之後作為一個助手的能力可能會提升 不一定是Siri 有可能它是一個獨立出來的APP 反正它可以跟你講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跟現在的GPT講過話 就是用口語這邊的講話 我自己第一次嘗試的時候 我是覺得還蠻驚人的啦 那之後呢應該可以期待一下Siri 應該會變成一個很驚人的存在啦 剛開始Siri出來的時候 我就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跑去買新的Apple的設備 然後去玩了一下Siri 那玩完之後是有點失望 因為很多東西他是不太懂的 那我記得之後 Siri有稍微再變聰明一點點 就是他的口語呢 有變得更 呃更加的流利一點 更加的自然一點 但是呢基本上他還是一樣白癡 他就只能夠拿來設定鬧鐘 然後只能問問一下天氣 然後可能 可能叫他播一下歌 或者是叫Siri幫你聽一下這首歌是什麼 比如說你在餐廳的時候 聽歌的時候 然後聽到說 欸這首歌蠻屌的 那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歌 你就可以說 欸Siri這首歌是什麼歌 這樣 我講Siri的時候 我都要故意講小聲一點 因為我旁邊這裡有兩台 一台iPhone 一台iPad 我怕Siri會聽到 好那之後呢 我相信不管在iPhone上面或者是 我們要講一個很久 很久沒有被提到的東西 可能是我自己沒在用啊 就是HomePod HomePod就是那個智慧音箱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曾經有一年 Google在發表會上面有展示過 他展示不是展示那個智慧音箱 他是展示說 Google他們最新的語音助理 可以幫你打電話去餐廳定位 那這個展示完之後呢 我就再也沒有看到這個東西真的出現了 那時候我還在那邊期待說 喔是不是可以在哪裡用到 都沒有出現 好那之後可能就有機會可以用到這個東西了 因為他變成一個agent嘛 他可以取用你更多的資料嘛 然後他可以有更多的權限 這個現實應該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到來了 又或者有一年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曾經有一年 Google Amazon跟Apple都推智慧音箱 那智慧音箱裡面就那一件Siri嘛 對不對 Google那一隻叫什麼我忘了 你要跟他說OK Google嘛 然後Amazon那一隻叫什麼 Alessa 好就就類似的東西啊 反正都是白痴 或者說呢 呃他們不只推智慧音箱 他們推一台沒有什麼功能的白痴平板 可以讓你放在餐桌上面的 好那他也是類似音箱的概念 只是他多了一個平板 多了一個螢幕給你用 那這些東西剛出來的時候 一開始都很新奇 然後我們都曾經被燒過都很想買 那後來呢都變得有點像電子垃圾 只剩下呢 欸幫我開燈 幫我關燈 幫我開冷氣什麼之類的 控那種家電的功能嘛 那在台灣好像很少看到有人在用 那我是有聽表哥駐美國的 然後他就有在用這樣 可能在台灣 然後控美國的那一台智慧音箱 然後幫他開關燈什麼的 好啦 那我覺得我們接下來呢 可以期待一下Siri變聰明之後 這些電子垃圾即將可能會畫龍點睛的這樣 我覺得有可能 電子音箱或許有機會 可能有點遠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有機會 我們首先當然是先看iPhone啦 應該會幫忙帶來iPhone換機槽啦 啊我就是另外猜了一個我覺得說 舊的這些電子垃圾 舊的這些題材 比如說客服機器人 曾經也有一年紅過客服機器人嘛 那個祖克伯仙的 扎克伯格 我蠻喜歡講扎克伯格 念起來很帶勁 剛剛在講中國的時候 少講到一個 就是中國槍的這件事情 因為你去那邊的時候 那邊的講話都有點蠻特別的 就是你跟店員說謝謝 然後他會跟你說沒事 就你想要融入當地 然後你就會想要稍微學一下中國槍 不是我先的 是小編先的 然後小編開始在那邊中國槍 我開始可以理解為什麼歐陽娜娜 去那邊之後變中國槍 開始可以理解為什麼郭彩杰 去那邊之後變成中國槍 欸他就像是你跟國小同學 跟那些野孩子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想要繞幾句髒話 對不對 這樣你就可以融入他們了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而已 好不要 不要對這件事情有太多的成見 好不好 你在那邊講台灣槍 你在那邊攻台義 你就會覺得呢 自己有一點點格格不入的感覺 有些人你要體諒他 他會想要融入當地 那當然肖靖騰那個就有點over 好啦 總之我就是在猜 那些舊的電子垃圾 應該有辦法透過升級以後就變聰明 可是如果今天要把那種電子垃圾 不是電子垃圾啦 智慧音箱那一類的東西 他要變聰明的話 那可能呢 他裡面就要內建那種很強大的晶片 這個可能做不到 但是如果透過連網路 然後連去那個Apple私有雲 可能就做得到了 那在短期之內 比較可見的將來 你應該就是買iPhone Pro 才有辦法使用到那種 比較Edge端的那種服務 我目前這樣看 我還是不知道蘋果他到底要怎麼搞啦 我是說設備的部分喔 AI的部分大概是已經看了七七八八了 差不多已經知道了啦 你不要看我這樣那個東西 我還是看得懂了好嗎 但我自己猜啦 應該後面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些 本來已經以為這個沒戲的東西 這些題材又會再活過來了 炒過的東西還可以再炒一次 題材可能會再活過來 這是我猜的 不過這個應該會比較後面一點 離我們比較近的就是iPhone換機槽 這個呢 我是覺得不換機應該是不行的啦 我個人是屬於那一種 不買Pro拍的 對我來說 iPhone Pro 它的好處 就只有螢幕刷新率比較快 然後呢 可能拍照會比較厲害一點 對不對 它的鏡頭比較好嘛 拍出來的照片比較厲害嘛 可是我沒差 因為我真的是 沒什麼在用那個鏡頭 甚至你今天iPhone要賣一台 沒有拍照功能的給我 我也無所謂 我真的覺得無所謂 因為我比較常截圖而已 那我現在在看完那個WWDC之後 我就覺得不換機應該是不行的啦 大家應該有看到 如果你的手機上面想要去使用這種 Edge端的Apple Intelligence的話 你的手機至少要有8GB以上的記憶體 那幫大家稍微更新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iPhone 15現在好像是6GB的記憶體 iPhone 15 Pro以上才有8GB的記憶體 那有一些筆電呢 它基本上大概都是 我是說MacBook 它那個都內建都是8GB以上的記憶體 所以呢它有說M1以上的晶片都有支援 等於說買M1晶片的人真的是爽很久 還能夠再繼續支援下去 那手機的話就比較不好意思 15Pro以下的全部都不行 那我之後呢可能就為了這個原因就買Pro了 我就不會再堅持說我一定要買非Pro的東西 那這個呢我現在是用iPhone 13了 之前看到14出來的時候很興奮很開心很想換 但是我的心得是擠牙膏 啊不是差不多 只是換個顏色而已我真的不會買 那iPhone 15出來的時候我也是說 哼也是沒差啊 老子iPhone 13還可以再佔10年 那這次真的就不行了 我覺得我這個應該撐不住了 我覺得這次不換不行了 我再強調一次喔 我還是不知道用起來會怎麼樣喔 只是看完發表會 然後我再加一些自己腦補的想像以後 我就覺得呢我應該可能要 嗯之後要換Pro手機了 那我覺得這個所謂的Copilot 或者是說AI Agent 這種東西應該還是做在手機上面 會比較make sense喔 你今天如果說是AIPC的這個題材 我比較我個人比較不買單啊 因為你就算今天沒有那一件那些AIPC的功能給我 我一樣有辦法做到類似的事情 因為蘋果提出來這種Copilot plus 欸有點難念Copilot plus PC 這個東西我是覺得沒有到很吸引我 等一下再講好了 這一次蘋果這個 不要再講WWDC了 我就聽到那個誰啊 大耳朵 他就講WWDC 他講什麼 微微的X 這次蘋果微微的X 發布以後不負責任的講 我就覺得剛好劃分出一個世代了 而且這個有可能會傷到AIPC這一邊啊 他劃分出什麼世代呢 劃分出來告訴大家 以後Edge段的AI就是要這樣用 那這個東西可能不只是在中端消費者這一邊 可能也在 假如說你今天是有自己的公司 然後你們公司想要導入這種東西 想要有自己的那個什麼專家系統嗎 是叫專家系統嗎 我也不知道欸 那叫什麼 反正就是他可以知道你們公司的事情 就不用在那邊找學長 直接內建你們公司的一些know how 這種的 Apple算是有一點點示範給大家看說 你Edge段的AI到底要怎麼使用 假如說你今天要自己嫁的話 你可以拿別人的語言模型 然後過來去fine tune成自己嫁的 這樣就好了 你就可以不用像其他人那些科技巨頭那樣去買WGPU 去訓練自己的LLM 不用 Apple有點像是教大家要怎麼用呢 我們對Edge AI的要求是什麼 首先應該是隱私 那這次Apple就有強調隱私這件事情啊 那隱私的話呢 我個人就比較有辦法相信Apple的說法 你今天要叫我相信微軟 他會顧我的隱私 我個人是不太相信的 因為一天到晚這個漏洞那個漏洞呢 雖然說蘋果也是有啦 但是我果粉嘛 你知道 舉例的話應該是像我們discord這邊 你看喔 Eason有幫大家串接兩個付費的語言模型對不對 然後你有看到很少人會去用 當然一個部分也是因為我們discord裡面的人比較少啦 那我也有觀察到呢 大家比較不會想要去用那個付費的 這種公開的弄給人家看的 因為我也是沒去用啊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有付費在使用卻GPT了 不過我想不在那邊用的很大原因 真的就是我可能不太想要看到別人看到我在問AI什麼事情 那這個呢 我自己就覺得應該是Edge端這邊使用AI的賣點 就是你今天能夠把我的隱私顧到 然後呢你在Edge端這邊又用起來又堪用 那本身就算是成功了 所謂的堪用就是他可以專門的幫你處理一些事情 比如說在手機上他先幫你預設好 你大概可能會問哪些問題 不要問初戒 那可能呢你就算不聯網 你也有辦法做使用 那這個模型我們可能就可以說的比較小一點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大型語言模型 你在用那些卻GPT什麼的 一開始在用的時候他主要是用牛刀在殺機 你都是問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 但是呢他就是用很強的算力在幫你處理對不對 那接下來他可能就有辦法去把它濃縮成一個比較小型的模型 在你的Edge端這邊讓你做使用 但是就算他已經有縮小了 你的硬體設備沒有達到一定的水準的話 可能呢就會變成說出來的那個效果沒有辦法達到你會滿意的程度 你可能還是會受不了跑去用QRGPT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呢 你要有一定程度上有辦法信任他的設備 或者說這個設備提供商你要有辦法信任他 你才有辦法放心的把資料交給他 讓他看到你在問什麼 因為你有可能在Edge端這一邊 你會問到說啊比如說我的護照號碼是多少 我的身份證字號是多少 當然這個大家應該都有背啦 我只是說你可能可以問他 比如說你今天截圖了很多支股票嗎 你可以說我大概在幾月幾月的時候 曾經講過什麼哪一支股票 他就幫你搜尋你的圖片 那這個的話就還算不錯 但是你要分享很多的隱私給他 你分享更多的隱私給他 他才會變得更好用 那如果說這間設備商是你沒有辦法去信任他 你當然沒有辦法放心把你的資料交給他 那就會像我都不想登入微軟的帳號這樣 因為不放心把資料交給他 或者是因為他的服務不好用 或者說我不太信任他 那當然今天Copilot plus PC 就不會讓我覺得好用 主要是這樣 如果說消費者在Edge端這邊使用 你只能夠像在本地端用ChatGPT 那就不怎麼吸引人 怎麼說 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覺得 那你今天我就直接下載一個OpenAI的APP 不就可以了嗎 不就是AI的手機了嗎 對不對 那用電腦的就會覺得 我幹嘛換AIPC 我直接打開網頁版的ChatGPT就好了 這個不一樣喔 不一樣的地方就在 他可以取用更多你的隱私 你不用再提早丟資料給他 他才能夠問他問題 因為他會懂你 現在差別就出現了 你Copilot 不要講Copilot 我們講 要講什麼 Agent好了 Apple Intelligence的Agent 出現在你的iPhone上面 你就有辦法放心的 讓他讀你手機裡面的資料 因為Apple跟你保證的 那你應該可以相信他啦 我們用這幾年的經驗來看 可能你之前也有看到一些什麼 女星的iCloud上面的照片外傳 然後我們也都看得很快樂嘛對不對 那基本上應該還是可以相信iPhone的啦 反正就是他會了解你的一些使用情境 那你應該基本上可以相信他會顧你的隱私 然後你就可以把一些事情外包給他做了 就可以想像一下 比如你平常很難去養成一個習慣去記帳 然後你可能要想說 有沒有什麼好用的記帳的App 很難養成一些習慣去整理你的代辦事項什麼的 之後變聰明的Siri 他應該就有辦法幫你做到這些事情了 你可以不用去打字記帳 你也可以不用去Notion上面 想要把那個排版把它調得很漂亮 可以截圖去跟人家炫耀什麼的 不用 你就可以跟那個Siri跟他講說 幫我幹嘛幹嘛 應該就做得到了 不會像現在的Siri很北七 你叫他幹嘛 他會跟你說這個是我在網路上 你找到什麼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啦 我覺得甚至你可以問他說 Siri我今天有沒有答應人家什麼事情 然後我忘記了 不然的話Siri會跟你說 你問我我寶貝喔 可是之後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他可以幫你看你今天的聊天紀錄啊 我猜的 我猜的 我還沒用過 Siri可能會根據你最近的聊天紀錄 然後幫你檢查你的email什麼的 然後跟你講說 你今天可能有什麼事情你忘記錯了 你答應人家了 有機會做到 理論上做得到 然後還有一點對我來講 個人來講還蠻重要的啦 就是我不喜歡跟Siri講話 因為比如說你在公開場合 跟Siri講話超北七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覺得很北七 我會希望說 我可不可以打字跟Siri聊天 可以了之後可以了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的想法 像如果你可以跟Siri聊天 然後像是在跟ChairGVT聊天一樣 那就很棒 類似這樣的想法呢 還有很多啦 就是看完微微的差 以後會跑出來的 那你看完這些之後 想到這些之後 你會覺得哪裡沒有新意 新意是滿滿的 只是你剛好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猜到 Apple可能接下來 要講一些AI的東西啊 然後他可能要說 我們要導入什麼模型的啊 然後我們可能會跟OpenAI合作啊 你覺得說你提早猜到了 然後他也真的這樣講來 就像是沒有新意 但是聽完之後 真的是有新意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WWDC隔天早上呢 他發表會完了以後 隔天早上就看到 蘋果跌了快要2% 對蘋果來講 跌2%算是大跌 對不對 那個是在那個WWDC 之前 之前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他跌2% 應該都算是大跌 那跌的理由是 大家覺得這個東西 沒有什麼新奇的 我個人看完是覺得很興奮啊 哪裡沒有新意呢 最不用擔心隱私的AI助理 然後由最懂客戶需求的 Apple精心調教的AI手機 我雖然沒有熬夜去看 但是早上起來一看 就覺得哇靠 這東西很多 我大概看了3個小時 我還是覺得沒有看完 我是說當下 那我其實到現在 我都還覺得 有些東西沒有很懂 我說的沒有很懂 是我自己想不通 那那個時候3個小時呢 WWDC當然是看完了 我是說除了那個以外 應該還可以再看一下 新聞啊影片啊文章什麼的 你們為什麼有辦法 在一大早就可以跟我說 那個長跟跌你不意外 你為什麼有辦法第一時間知道 該漲還是該跌 你為什麼有辦法知道說市場很失望 為什麼你們都有辦法去下那個標題說 欸這一次WWDC沒有新意 然後還有人說跌的不意外 幹你真的有看嗎 你確定 好啊啊然後隔天就上漲了對不對 我是說跌2%之後的那隔天就 噴了一根大紅棒棒 然後漲快要7% 然後之後又再漲一根 欸不意外的話又有人要不意外了 那我是比較白痴啦 我連續意外意外兩次啦 跌那一天我也意外了 然後漲那一天我也意外了 但是我就是有買啦 靠北第一天跌 然後第二天漲 全部都有人跟我說不意外 北啦 你們這些人 說謊的人 要舔一千根懶叫喔 好啦那我們有看到 微微的差之後的第一天 市場沒有動嘛 然後蘋果重跌2%嘛 隔天呢 蘋果爆拉一根 超長一根的棒棒嘛 再隔天不只蘋果 全線都爆拉 全線爆拉也不是只有那天有而已 我記得前天還是哪一天也都有啦 可是有分成就是 爆拉有兩種 一種是他自己在那邊爆拉 或者是他帶動的爆拉 還有另外一種 是總金方面的爆拉 那第二天這個我就 不知道算不算是在拉蘋果的利多了啦 可能不是啦 但是呢你看全線都在噴 那這個應該算是偏總金面的利多啦 最近有蠻多這一種的 那我們就當做這個東西不算好了啦 最近都是這樣啊 有可能台積電帶動啊 那個半導體全部都大漲啊 總金面開出來 欸好像還不錯啊 那個可能通膨比較沒有那個問題了啊 然後就會全線在那邊大噴啊 對不對 超難爆 快受不了了 那你要噴噴快一點 不要在那邊慢慢噴 那會回檔一下 然後再繼續噴 我真的快爆不住了 呵呵 我現在有點在講鼓喔 因為你看現在已經6月19號 然後我講的那個時間呢 是在WWDC那個時候 齁 那我就記得 欸 之後的台股啦 我說WWDC之後的台股喔 齁 那天好像是禮拜四吧 那個時候的台股 我就看到一些新東西跑出來了 就是手機題材啦 應該是說新台 新題材開始加入戰局了啦 除了拉機盤 那麼拉全職在那邊 嘎空軍的那種盤以外喔 我有看到一些新題材跑出來了 現在這些題材應該都還活著啦 因為已經爆拉蠻多根的了 然後我們之後可能回檔的時候 可以再繼續再觀察一下啦 就會多了一些新題材啦 本來之前呢 主要都是反映在一些什麼 AI基礎建設這一邊嘛 或者什麼供應鏈的題材嘛 那再來可能就蔓延到AIPC之類的 或者說再蔓延到算力租借 幹連算力租借都出來了 甚至連AI伺服器可能帶來電力需求上升 這個也出來了 欸幹 重電也算AI題材了欸 這個 是想得通啦 但是誰想得到 好啊 那 對啊這個真的有啦 因為那個 你有看一些訪談的話 就會看到說 那個比如說 小扎 扎克伯格就有在講 電力需求的問題 然後呢 老黃好像也有講過這個問題 所以AI帶動那個電力需求 可以聯想到 好那現在有看到嗎 蘋果噴起來的第一天 你有看到 預計光大力光也噴起來了 這個就是在噴什麼 我猜啦 這應該就在噴那個 換機槽嘛 喔 因為可能就 買Pro的人變多 預計啦 預計買Pro的人可能會變多 iPhone16的Pro 欸我有在猜說 iPhone下一代 就是iPhone16 可能會有一個神 那個什麼 精準刀工會切在哪裡呢 我覺得可能會切在 Pro跟非Pro系列 怎麼切呢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可能這一刀會切在 iPhone16 Pro以下 你可能會期待說 iPhone16之後也可以去用 就是在你手機端的 不用去調用到那個 私有雲 但是我在猜之後 可能會有一刀就畫在那個Pro這邊 你可能你如果買iPhone16的話 可能會用不到 如果我是阿酷 我可能就會想要這樣切 把這一刀切在這裡 然後逼你們大家全部都給我去買iPhone16 Pro iPhone16就是一台中階手機 然後iPhone16 Pro 才是我們真正想要推給大家的iPhone 你想要去用我們這個最新的Apple Intelligence 你就給我去買iPhone16 Pro 或者是iPhone16 Pro Max 那買iPhone16的人如果也想要用AI功能 應該要怎麼辦呢 欸你就另外再買一個我們的那個訂閱的 你就可以去使用我們的那個私有雲上面的 你可能就是買一個類似像Apple One之類的服務 這樣的話可能蘋果就會多一個服務的營收 所以我在猜這一刀應該會切在這裡 好那所以這個可能就是噴浴金光噴大力光的一個原因 好那禮拜四呢 那個禮拜四也看到說 我現在講禮拜四你可能沒什麼Fu 你就去看那個WWDC之後的那個禮拜四 那個時候我也看到說PA拉起來了 什麼文貌啊立基什麼的 所以應該就是AI手機的題材 或者說iPhone瓶蓋股供應鏈 可能又可以再重新開始玩了 可是這個東西呢我可能有點玩不太 那段時間是我在台股裡面不太活躍的時刻 我沒有看很懂 也不是說沒有看很懂 就是這個東西呢 我沒有一些過往的經驗可以參考 所以可能會玩不贏大家 那可能就這邊小放一點小放一點 大概是這樣而已啦 可能像一些PA之類的啊 記憶體之類的啊 CIS之類的啊 可能會比較看得懂 那其他的那個呢我可能就比較不會啦 平蓋股你知道的那些幾乎都可以拿出來再看了一下 比如說鴻海就會爽到啦 鴻海不就是最大的那個小弟嗎 我自己覺得AI手機這個梗 會比AIPC更有趣 甚至可能會部分排擠到AIPC 這個他就有打到Copilot plus PC 那他也不是只有推手機而已 之後可能M1系列以上的那些MacBook 他都會直接自動升級成AIPC 儘管他沒有符合微軟說的那個 你每一台AIPC可能呢 都要具備40Tops以上 你才有辦法叫做AIPC 你才有合規 但是蘋果應該可以不用管這條規則 不然的話其實他的M4也沒有達到40Tops 我自己就覺得AI手機跟AIPC 不管他的AI好不好用 他首先都可以看作一個帶動換機的催化機 你在看這個題材的時候大概是這樣看 我們先不管他出來以後好不好用 好不好用你自己用到的時候 或者說真的有看到銷售數據上來的時候 可能股價就有點來不及了 那你可能也只能自己去用用看 然後後面可能就有點賭博的成分在裡面 像我對Copilot plus PC 就比較沒有什麼期待 但是這個也沒關係 主要是因為這樣 我之前有看過一篇很長很長的 AIPC有關的報告 那他裡面定義了AIPC 大概就是你的CPU要有40Tops以上 這個是微軟的定義 然後有比較明顯的就是說 微軟的定義是在記憶體要16GB以上 那我剛有講 蘋果最新的那個M4晶片 它其實是沒有達到40Tops這個門檻的 但是其實也沒差 反正蘋果它不會去用Copilot 然後在AIPC這一邊 我有去稍微研究了一下 如果你今天想要擁有一台好用的 然後符合定義上的AIPC 大概要花多少錢 如果用我個人想要去用 我會喜歡 然後我會想要當做主力的電腦來用 我覺得一台符合定義AIPC 我大概要花到6到7萬 我才會想要用 不然其實你在5萬塊這個區間 你就可以買到一台AIPC了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因為它有一個標準在那邊 當然你如果要說打開來去使用CheckGPT 那個當然哪一台都可以 LAN手機都可以 那我就是講 我自己的使用標準 我可能要買到6到7萬 我才可以擁有一台Windows 符合微軟定義的AIPC 然後可以在上面用它的Copilot plus PC 用到爽 然後呢我如果要選微軟這個陣營的話 我還要去煩惱一件事情 我到底要選Intel的CPU 還是要選高通CPU的版本 你有看到微軟的那個Surface的產品帶 幾乎都是高通 不是幾乎 全部都是用高通CPU的版本 然後如果你今天 因為它是ARM架構 那如果你要在那個東西上面使用 一些傳統的X86的那個應用程式 它會像蘋果上面的那種 那個什麼 好像叫Rosetta 你要這樣才能夠去向下向容 蘋果之前剛轉到ARM的時候 也有一些舊的東西沒辦法用 它就是跑在Rosetta上面 應該是叫這個名字啦 那微軟上面呢 它也是一樣 從ARM上面去模擬X86的那一些應用程式 所以應該是幾乎全部都可以用 而且只會稍微慢一點點 不會像原生的這麼好用 它沒有辦法滿血去跑 但是呢稍微慢一點點也沒差 因為它的晶片真的是算是還蠻強的 那我自己就估說 我要用Windows系統的話我大概是用到6到7萬 那基本上呢 你大概最少最少也要用到5萬的 你才能夠符合定義上的AIPC 這樣 然後如果是我買的話 我買這台電腦 我可能就是為了要AIPC 為了要符合它的定義 你故意多出來的一個設備 所以如果我想要完整發揮它的COPI的功能 或者說密書這個功能的話 我還會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要用它做主力機嘛 然後呢會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目前沒有大部分的個人行為 都在個人電腦上面 我是說Windows喔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我平常在用Windows的系統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會登那個微軟的帳號 微軟的帳號 我的帳號是Harmai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可能一些比較年輕的就沒聽過 Harmail是我以前在登MSN 我講到快哭了 MSN 反正就是一個類似即時通 不能講即時通 反正類似Messenger的東西 以前微軟也有很多人在用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學長就會說 你要去辦一個MSN 即時通是高音在用的東西 就好像現在抖音是高音在用的東西 這種感覺 反正就 我那時候有一個MSN帳號 然後我都是用那個在登微軟的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微軟的那些服務都蠻難用的 然後登入了以後 又會覺得Windows很煩很吵 所以我預設 我都會盡量不要去登入我的 微軟的帳號 所以我在猜 這個微軟的Copilot 如果想要好好的 把我服務的 妥妥貼貼 妥妥的 我猜的 應該就是要去登入他的帳號 然後去讓他認識你的很多使用習慣 甚至你可能要用Beam來搜尋 你才能夠用好這個Copilot 你甚至要用Edge的瀏覽器 用得很習慣 那個Copilot才能夠好好的服務你 猜的 那你現在就是在聽我猜的東西 聽得不爽你就轉台 好不好 你現在就只在聽我評估 我到底要不要買AIPC這樣而已 那你可以聽我的這些考量 然後去評估一下 你自己需不需要使用到AIPC 這東西 那我自己的評估 我可能覺得 最適合我去買的 大概就像西風之神 那一類的產品帶 那個對我來說就還蠻不錯的 可是用起來又會覺得 有點不太像是 微軟所要跟你講的 那個Copilot plus PC 可能你還是要去買Surface 可是那個Surface的錢 是Surface 等一下 我一定要去查一下 我有沒有唸錯 我覺得這個字唸錯的機率很高 對 沒唸錯 Surface 沒唸錯 沒唸錯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點唸錯的危險 我們的聽眾很可愛 我唸錯的時候 他們都會來糾正我 我非常感謝大家的糾正 好嗎 這樣才不會讓我一個錯的字 然後不只唸一集 還多唸了好幾集 只要我有什麼地方唸錯了 麻煩大家 你盡量來糾正我 沒有關係 好 我就在評估說 我需不需要一台AIPC 當然買一台是也沒什麼啦 只是就怕說買了以後 就堆那邊都沒有在用 那我會期待說 如果今天Copilot他可以 在我看盤的時候 然後他也會幾秒鐘截圖一次 幾秒鐘截圖一次 然後他知道我看盤 到底看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他可以跟我聊 然後我可以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他就幫我做交易紀錄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一定買一台 多少錢我都買 也不是說多少錢我都買 10萬塊以下 可以買一下好不好 沒辦法像古萊這樣 多少錢我都花 我不行 我不行 不然的話 他如果沒辦法做到這樣 基本上我應該沒有信心 我應該沒有信心 有辦法可以在Windows上面 用好這個所謂的AIPC 想到AIPC跟想到AI手機的感覺 一定不一樣 AI手機就合理很多 因為你平常一定會有大量的時間 用在手機上面 別的不說 光是Agent這個概念 在手機上面 他就明顯的合理太多了 也明顯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好那再來 AI手機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AI模型要在手機上面跑 還是要在雲端上面跑 這個在WWDC就有明確的講到 他不只可以在手機上面跑 也能夠在雲端上面跑 當今天手機處理不了的時候 就到雲端上面跑 當他們雲端的 就是他們蘋果自家的 也跑不動的時候 我們就丟給ChatGPT跑 那這個不一定是ChatGPT 以後有可能也會變成Gemini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需要討論這個問題了 你應該有聽過古埃講 就是當你今天 調用到大型語言模型的時候 會很燒錢 那個帳單很大一張 如果你今天為了要使用者體驗很好 你不只要延遲要短 你還要出來的效果要好 那你可能殺機就必須要使用牛刀 你的任何問題在大型語言模型上面跑 如果不是你們自家的雲端是跟別人租的話 一開始可能會免費讓你用 然後業者去吸收那些錢 可是會很燒錢 你看現在Samsung好像就是第一批藏鮮的人 就先讓你免費使用一段時間 雖然說有一些部分可以在Edge這邊用 但是它的效果就普普通通 在雲端上面可能會比較好用一點 我沒用過我不知道 不要來追我我不知道 你有買手機的話就先免費讓你用 那之後可能會再跟你收一個訂閱費 然後就變成服務營收 可是收那個服務營收 蘋果來收會比較合理一點 因為我也付了一些服務營收給蘋果 當然你也知道蘋果以後可能會這樣去收你的訂閱費 那就會多一個服務營收 這個應該都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個問題有辦法被蘋果拿出來討論 那就不錯了 蘋果這邊的解方式 它能夠在Edge端解決的問題 它就不會去調用更大的模型 就不會去他們的私有雲上面去 那個詳細辦法怎麼做呢 我覺得大部分人應該不用太去了解 就大概知道說 它有去幫你去分辨說你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在本地解決 不行的話就去私有雲解決 那他們自己的模型也不能跑的話 就丟給TrackGPT解決 概念上大概是這樣 能夠不聯網的 我們就盡量用小模型幫你處理 需要用大模型的 我們就用私有雲幫你處理 真的幹大事再上去 可是這個就像古來講的 張單好大一張 因為你也可以選擇去往外接 TrackGPT這種大型語言模型 蘋果的這種做法 它要說它可以顧到隱私 這個我就信了啦 概念大概就像是呢 你在使用Facebook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Facebook很了解你的需求 那你就可能會需要給它大一點的權限 開放你更多的隱私讓它知道 它才有辦法幫你量身盯做更多的東西 甚至給你看的廣告都是你喜歡看的廣告 那像我剛剛講的 我在Windows上面 就幾乎都不會去登那個微軟帳號嘛 對不對 可想而知 微軟的AI比較難有辦法把我服務得很好 那因為我的使用者資料 沒有辦法上到那邊去跟他們雲端做整合 所以它沒有辦法幫我服務得很好嘛 但是今天如果換成一個本地的 不跟蘋果互聯 只在你的手機上面服務你的這個AI模型 然後他們又fine tune的很好 那就不一樣了 你就可以放心的把你很多使用紀錄給它看 你的記事本啊日記本什麼的 你的私密相簿啊 你偷拍人家的照片啊什麼的 它懂你的話 就有辦法幫你做很多ChatGPT做不到的事情 那AI手機的這個故事就合理了 概念上就有點像是呢 Face ID那個臉部辨識 剛開始你戴口罩沒有辦法解鎖對不對 時間久了以後你戴口罩它也認得出來了 再更久一點你連戴安全帽 又戴口罩 只露一個眼睛出來它也認得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把那一些講了以後聽起來好像會我很厲害 那些術語什麼文言文我全部都刪掉了喔 希望大家聽得懂我今天到底在講什麼 好那我現在呢就稍微整理一下現在的世界大戰打到什麼地方 特斯拉有什麼特斯拉有車有Twitter有最厲害的圖像辨識 然後它那個Dojo好像有點涼氣啊 但是呢語言模型的訓練跟AI伺服器的算力堆疊 這個他都有做而且他也買到很多 那這就是他的武器 然後他還有機器人 可是機器人這提起來短期之內應該是 嗯沒有什麼令人興奮的地方 機器人可能就看特斯拉然後跟亞馬遜 美股的話啦美股的話 好那微軟有什麼呢 微軟有Office 微軟有OpenAI好朋友 然後有Copilot plus PC 那我們目前看到最有辦法合理在AI投資上面變現的 應該就是微軟 不然就是蘋果 好但是呢微軟跟高通合作的這個AIPC怎麼樣呢 這個我們可能還要再觀察一下 好目前網路上看評測都還OK 可是他們的評測呢不是我想看的 因為他們比較少去測到AI這個部分 比較多都是測說欸那個拿那個高通的晶片來打遊戲 喔不OK啊打遊戲好像還行 剪片的話好像也還行 看盤的話沒人測 那微軟的Azure這邊的話我就個人不太會看啊 Cloud Service Provider這一邊的成長性啊 然後他們表現的好不好啊 因為這個我自己也沒什麼在用 可能那個Google的可能有在用啊 可是Azure跟AWS那個我就真的是沒有用過 啊我也不太會分析 不過沒關係 很多分析師都很會看 我們直接去他們那邊擺一擺就可以了 你想投資微軟的話應該直接擺一擺這些分析師就可以了 他們也都很想紅 好這樣講編好像不太好 但是呢就還蠻多人都很會寫 然後也很會講的 那反正就看那個就可以了 好那Amazon這一邊我暫時就沒有研究很多了 這個東西目前在我的代辦事項裡面已經擺了很久了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很認真的去看它 也跟它的股價就在新高那邊 溫溫的動來動去也很有關係啊 我自己我就覺得說看好像也不能怎樣啊 會啦我會找時間去看啊 但是應該我不會直接去買Amazon 我可能就透過QQQ去持有而已啦 科技巨頭蠻多的 如果我沒有想要重倉的 我可能都是透過ETF去持有而已 好像Meta也是 好那Google呢 Google我覺得潛力還蠻大的 啊剛剛那個Amazon少講到一個 Amazon的話好像也可以看它的機器人 比如說像Tesla 他說機器人在他們的工廠裡面會用到嘛對不對 我覺得Amazon那邊應該也會用到 可是不是用Tesla的機器人 是用他們自己的 他們自己應該也會做 我可能會比較 如果要說看亞馬遜的話 比較會去看這個部分啊 好那Google呢 Google我個人覺得它潛力很大 大的地方是在TPU 不是講手機的TPU喔 是看它雲端伺服器這邊的TPU啦 目前看老黃最大的競爭對手 應該是它 最有力的競爭對手 只是現在呢 應該主要還是NVIDIA 碾壓啦 這個碾壓的局勢呢 會持續多久 不知道 可能要繼續看下去 然後接下來 新加入戰場的就是蘋果嘛 它本來在AI這邊 我們都不會看到它的角色啦 但是在微微的差之後呢 蘋果就已經加進來了 但是它的角色有點特別啦 到底是蘋果要付給OpenAI錢 還是其實呢 像Google的搜尋引擎要預設在 不是搜尋引擎 是搜尋引擎 對搜尋引擎 還是說像Google搜尋引擎 要預設在iPhone上面那樣 是Google要付錢給Apple嗎 到底是OpenAI要付錢給蘋果 還是蘋果要付錢給OpenAI 這個就很有趣了喔 人家導入AI都是怎樣 帳單好大一張 結果蘋果怎樣 幹它給你互惠呢 要不要跟我互惠 還真的好像可以互惠呢 不愧是蘋果 就只有你可以這樣而已 所以Apple Intelligence 到底最後是蘋果這一邊 長出了一個新的服務營收 讓我們去訂閱 還是像預設搜尋引擎那樣 多了一個預設AI語言模型 不管怎麼樣 好像它都贏 怎麼看蘋果的故事都相對好懂 那之後就等故事怎麼發展再說吧 有什麼好玩的 有看到 有整理到 我們再到節目上面跟大家更新 也有可能之後會像Siri那樣 雷聲大一點小 我是說之前的Siri喔 一開始很新奇 問問題 問他一些有趣的問題 叫他繞口令 問他可不可以唱個歌 問他會不會那個PPAP 就那個PinPineApple ApplePin 就是一開始新奇 可是後來也沒有什麼人在用 這個應該也是有可能 你看現在也一段時間 都沒有聽到Samsung AI手機怎麼樣了 這個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還算是蠻期待的 至少可以確定之後 我的手機一定就是iPhone 16 Pro 我們一起期待Siri變聰明 期待蘋果拿下這一局 我已經壓蠻多的了 已經跟NVIDIA一樣多了 現在特製它稍微減碼了一點 我放了蘋果 放了NVIDIA NVIDIA也是減碼了一些 但是基本上目前還算是最大倉位 我已經漲到了 已經有點害怕說 害怕到目前拿比較多的是 那個ETF了 我們繼續期待蘋果可以拿下這一局 iPhone好的話 Mac跟iPad也會好 而且之後呢 你在Mac上面也可以控iPhone 雖然說這個在華為的筆電上面 就看過類似的功能 在小米的筆電也有看過類似的功能 可是當這個東西長到 蘋果的生態系裡面 就還蠻令人興奮的 你要不要超隨便你啊 你超過啊我也很開心啊對不對 不然看別人有我們都沒有 這樣不是很痛苦嗎 iPhone好 Mac跟iPad也會好 我大蘋果天下無敵 隨便跟大家講了一堆 大概就這樣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邊 之後 原則上7月中以後 我說7月中大概在20號左右吧 原則上一個月兩集 原則上 能不能做到 我希望可以做到 好不好 我們差點講先求有再求好 我們神聖樂觀 最近真的是 看股票看到是有點忙啊 不知道是怎樣 最近有點真的是忙到 可能要去升級一下 我們家裡面的一些設備 然後可以讓我睡眠品質好一點 真的是有點太超了 要休息一下 好好整理一下步調 好好的調一下倉位 前一陣子真的很痛苦耶 今天要調 然後調完之後發現 幹明天好像又要再調了 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很快又需要調倉位 延續性沒有到很好 怎麼玩 好像都輸給那個 ALL IN台積電的 幹真的是很痛苦 雖然我也有台積電 雖然我也有發哥 雖然我也有那個誰啊 紅海都有 都有吃到 但是每天就是覺得長很多 然後好像又沒有很快樂 又有點悶悶的 不知道再悶三小 應該蠻多人最近都是這種感覺的 那就希望之後的走勢 會比較適合我們看一點 最近真的是 我都會覺得台積電長成這樣 NVIDIA長成這樣 我都覺得有點受不了 當然我沒有多強 我是說我看了之後 我會覺得有點心喵喵 那一般人怎麼受得了 我爸怎麼受得了 小編他爸怎麼受得了 真的是不知道這些人 會不會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或許他們做奇怪的事情 也會長得賺的比我們還要多 也不一定 但是我就是覺得 我們現在就是要特別穩住自己的心 我自己是有點穩不太住 但是我們現在要穩一點 好穩住 穩住大家穩住 希望年底的時候 大家可以笑著回顧這一切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拜拜